如果你看过朗达班写的秘密 或者你看过纪录片《秘密吸引力法则》 你可能就会知道什么是Vision Board 秘密这本书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若而实现心中所想就要经常visualize 即要视觉化你的愿望和步骤 你可以在心里不断想着或制作Vision Board 目的是为了自己专注做好每一件事 宇宙有永恒的定律即能量相对论 即你付出很强烈的专注力才能得到强烈的结果 宇宙会按照每个人所发出的能量而做出相应的回赠 我的Vision Board是由很多张照片组成的 在这张照片里 有着积极互动的亲子关系 我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健康 拥有美好的身体 这是我喜欢画的画 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一些画面 再把这些照片在Photoshop里面组合成我喜欢的样子 在写字的时候 周遭的一切都归于内心的宁静 呼吸也跟着变慢了 我拥有自己的一间小小的工作室 在工作室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我踩着缝纫机 做着简单的小物件 我在编织 我右手握着工具前 左手拿着线和珠子 做着好看的首饰 我的家 我的居心地 里面有一张Vintage的长桌子 叫上三五之心好友 有酒有菜 畅所欲言 家里有很多的绿植 有亮着暖吊黄光的吊灯 有书架 书不用太多 但随便抽出一本 都是喜欢的 潮南采光极好的露天大阳台上 种着我喜欢的植物 和精心打造的阳台菜园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在阳台吃东西发呆 家里漫不经心的小角落 都让人喜欢的不得了 我的Vision Board里 有很多的女性 她们涂着红唇 粗眉 有黑发 有金发 有短发 有长发 有卷发 有直发 有青年 有中年 甚至老年 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做着不同的事 甚至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可能只是一个背影 一个走路 或一个转身的姿态 就让我对她们如此着迷 我想是因为她们身上 展现出的女性 自信 独立 优雅 坚定的气质吧 一达数码充印的照片 一本无印良品的相册 组成了属于我的Vision Board 可以把它放在床片的抽屉里 或者放在书桌旁 每天早起把相册拿出来 翻看一遍里面的每一张照片 有人说 制作Vision Board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违心的事情 可是我愿意把这个动作 作为Morning Routine里面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拿出我的Bullet Journal 想想今天我可以为实现 Vision Board里面的内容 做点什么事情呢 我开心 我开心 对 我开心 最后 是